好了 谢谢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因为我刚才找了半天 那个连接的问题 不好意思 好了 我们程导是那个连带新人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特别声音很清晰 声音非常清晰 那我们这样从程导来了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要直播 我们今天是微博电影 您好春节导 影画直播微博电影机董疗会客室的76期 今天有那个网友提示我说 说程导是76年出生的 我说哎这么好巧啊 真是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 直面一线 吴明导演成二 对话影院经历 那首先还是要介绍 我们的连带嘉宾 谢谢 那就是先欢迎一下 我刚才找了半天 影响大家时间了 对话 谢谢 欢迎我们的无名导演程尔 然后呢 下面给程尔导演来介绍一下 我们刚才还说呢 这几个人都是我们整个电影院的几个岗位 首先来欢迎一下电影院跑堂的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 由三中间月 新界宁馆总归里 跑堂的 然后再就是欢迎一下我们的电影大飞 我们的这个 温特怎么说 直播间的主理人 温特 欢迎 温特虽然不是电影院的 但是我们大家都觉得 他是我们办的电影院 然后电影院人 他是一直在帮着电影院 然后包括电影做宣传 另外呢 大家对他都很亲切 温特 你好 我是我的声音 我擦一下耳机 哈喽哈喽哈喽 我是Bmine的 好的 好了 那我们下面再欢迎一下 我们的北京 优渡银馆 都江燕店长 刘安新 然后他是 也好 打扫 保洁人员 好 那下面呢 再欢迎一下我们的 江燕丝 江燕丝 影院经理 豆花 卖电影 照的 好 豆花今天 怎么那么沉默呢 见了程儿导演 是不是紧张了 因为他比较内向 我也学他 内向一点 你这么射牛的一个人 竟然是什么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我们所有的连外嘉宾 都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那就我们就开始 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 首先还是请 我们的程儿导演 来给大家聊聊 就是您的作品 第一次上春节党 然后那个 上完春节党 这十天了 这个有两样的感受 另外就是 我们今天这个连迈 你想了解 什么样的内容 想和我们的影院经理 有什么样的交流 什么方面内容的交流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整体来说 还挺刺激的 对 别的都 我觉得都还好吧 其实也 对 我也想 因为这个 博纳的发行的同时 也非常辛苦 他们昨天跟我说 安排了这样的一个 连迈 可以跟中端的 跟我们院线的 在第一线的 这个朋友们 一起交流 我也觉得是一个 特别好的事情 因为这些年 我觉得 越先的 就是 影院的 这个朋友们 确实也都非常辛苦 对 然后终于有了 这样一个 今天的春节党 成绩都还不错 每一部片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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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都挺理想 对 我也 因为 一个影院 能够 能够有这样的 舒缓 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也感到很开心 好 谢谢我们导演 其实我们也应该感谢 像吴明这样的片子 特别优秀的歌 能够在档期来投放 因为说句实话 就是今年的春节党的 投放的电影的质量 真的都特别的好 然后也正是因为高质量 所以说在 其实在前期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大家其实可能 期待之并不高的情况下 竟然创下了这么好的票房成绩 其实我们应该来 感谢一下我们长尔导演 感谢一下电影吴明 那我们作为影院的经理 给他们顾个掌吧 谢谢 应该谢谢你的 没有 没有 哪里 那我们再问一下 我们几个影院的经理 就是在看完吴明之后 你们是怎么样来分析 这部电影的市场定位的 当然大家在排便的时候 要考虑什么样的因素 没事 我挺直立的 没事 没事 那我们就先让跑汤来聊 东姐 麻烦您再说一遍 咱刚才的问题 我声音不好 我声音有问题吗 我卡了一下 我没太听清楚 好 就是我刚才是问 就是看完吴明之后 你是如何来分析 这部电影的市场定位 然后在排片的时候 要考虑什么样的因素 首先在我们的认知当中 其实在很早之前 包括在吴明宣布 上映春节党以后 我们还是有很多人质疑 这个片子会不会 就是说不够春节党 那么喜庆 那么何家欢的那种感觉 会对他有一种 就是持人怀疑的态度 但是实际上呢 这部影片在开始上映的 就是预售了以后 成绩非常非常好 也是超过了我们很多人的 那个同行的预期 开始的时候 因为大家放出来的场次 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从第一天起 它的预售成绩一直是最高的 其实也是我们大家都想象不到的 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同行 去一点点的给吴明家听 加场次 或者甚至于 把这个大厅留给吴明 其实这也是在 之前我们也是没有想到的 可能是我们的广大粉丝的 我们也是确实非常给力 给了这部片子非常大的热度 那个就是 总体来说呢 就是吴明这部电影 给了我的就是非常大 那个冲击吧 就是没有想到 它的预售成绩会这么的好 好 谢谢 那温特 因为温特前面是预测多少票房 现在的票房成绩 你是不是也是觉得很惊奇 我之前预测6.5亿 可能最高就是我 我现在是昨天超了6.5亿 对 超了6.5亿 确实我没想到 这个片子卖来这么好 之前好多 有些三亿多 四亿多的 然后之前很多粉丝问我 就是这个片子能定在什么时候 说元旦或者说春节怎么选 我后面选了春节 就是他没定党的时候 我是怎么选春节 就是拼一下博一下 好吧 然后我觉得他最后也定了 我觉得就能上 这个已经算成功了 就是确实我们这种类型片 以前是没有说上后春节党 就没有那么想过 可能五一党 或者说暑期党这种 春节就是一年最大的党期 确实大家都没有想到 也没有想到卖来这么好 我觉得确实博成功的 对 谢谢 这个我觉得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你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谢谢 温特牛啊 以后温特下次在那个 很早的影片再上映的时候 然后票房进册 先问问温特啊 最低是多少 温特也很厉害啊 谢谢 好 我们刘总 我是觉得 吴明这部影片的话 在春节党上映 它首先是 影片的类型和春节党 就是说大家的一个 长期的观影习惯 是有冲突的 在春节党的话 它是不讨喜的 其实吴明这部影片的话 你必须要静下心来看 甚至于有的人的话 想把这部影片 稍微深入了解的话 最少要看两次 三次 甚至四五次 我是已经看了两遍了 包括有些细节 看第一遍和看第二遍的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部影片的话 就需要有一个长线的时间 去给它发展 放在春节党 像大家都知道 春节党其实前两天 就能把一部影片的生死 都定下来的 所以说导演 不管是导演 还是影院的排片来说 都压力很大 其实那两天的排片 大家都不愿意犯错 所以说可能导致 前几天的排片 不是特别好 但是走后面来说 后期又出现了利跌 然后大家开始走 看到影片 一步步走了长线 的话还是达到了预期 甚至于超出了我们之前的一些 就是影院方一些对票房的预期 如果说就是说 这个影片能上到暑期党的话 暑期党有一个更长线的时间 给它去发展 让积累一个一些观众 让观众再去通过他这个影片质量的口碑 一个传播的话 然后加上一些很多观众 对于就是说导演这部影片的话 有很多细节 再去反复的去观影的话 就能够出成更高的一些的票房 就是扫地 扫地生是觉得 可能会有一个更长的时间 然后来拍片的话 可能会更好 发酵 发酵有一个票期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 现在他已经也是上了很多 也上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他票房非常稳定 比如我们家一个票房 我觉得就是稳定的 就不行不行的 所以说我是觉得 截后反而对于吴明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他是这个片子是可以走长片的 而且我看了一个数据 说是春节党所有的影片里面 吴明是就是刷的 就是一二刷三刷 他这个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说明就是这个片子 它是特别有嚼头的 特别有后劲的 好 谢谢扫地生 那豆花 豆花 来 开启一下你的 我是因为初一很忙 所以我是初二看的这部片子 我为什么看这部片子呢 是因为初一的时候 我寻场的时候 我每个片子都寻 寻到吴明的时候 我觉得他每一帧的品质都很高 对 然后导演之前的影片 像罗曼蒂和肖王史 我也很喜欢 就是他的那个风格 他的质感是适合在大一幕看的 对 然后这个片子呢 在我们家的票房是这样的 初一不用说肯定是很高 因为他的预售特别好 但是在初一的时候 网上有一些言论出来了之后 其实初二的时候是 是稍微就是他的卖票的情况 跟其他的比 是稍微弱了一点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用了初三 他就非常的坚挺 一直到现在 他都非常的坚挺 他能够看到 而且他来的这些观众 我也跟他们聊 旅行观众 其实是占多一点 然后知识分子 我看了一下 会更多一点 然后我在微博上面 有很喜欢的这个作家 我相信都不是水军 他们看了之后 他们非常的喜欢这部片子 然后我也看了 就是大家的这个 就是分析啊 这些有一些东西 确实是我看别人写的 然后再去看一遍 我才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是导演很厉害的一点 导演的片子 跟他本人一样 都是话不多的 对 他所以你就必须得 就像董姐说的 搅 搅一搅 再品一品 就像茶一样的 对 这是我的看法 好 谢谢 谢谢 对 因为我 我终于把耳机弄好了 所以现在听得还挺挺 终于听得很真切了 对 对 谢谢大家的意见 对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 呃 其实肯定会有 遗憾也好 什么也好 但是我觉得总体上还是 呃 因为我们整个电影的质量 因为这个 嗯 随着 呃 观众去到电影院 我们口碑的发酵 包括我们中段的 诸位朋友的 这个呃 鼎力的支持 我觉得还还好吧 还不错 对 对 那导演 那对就是说 现在这个票房成绩 实际上 我前两天 我和呃 有几个就是大维码 在连麦的时候 我们几个人都觉得 就这个电影超过 就六点 到了六点八亿的时候 就超过一亿美兰了 其实一亿美兰 就这样的影片 就是您这样做 可能做的 是比较强烈的影片 然后这样的票房 别说是在中国了 可能在其他的 比如欧美 那个市场上 都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那所以说 我就觉得 从 因为之前呢 我们都是看 像作为影运 大家都特别喜欢 成尔导演 包括之前的两个视频 尤其是罗曼那个 《萧王室》 然后呢 到今天这部电影 给我的感觉就是 可能 就像您那个 前面的宣传片一样 超级商业片 其实是 导演在更多的 就是 在增强和观众的沟通 在这一方面 那这一次的话 其实我记得 我咱们俩曾经 我不知道您还记得吧 在济南的时候 您也曾经在 罗曼蒂克交往室 放了一段时间 我曾经来过济南 然后当时 我去过济南 对 对 我当时就是主持人 对 所以说当时那个 也曾经聊过 那个话题用的票房的问题 您当时曾经说 我说下一步影的话 我可能就要考虑 就是这个票房 怎么样来 能增强和观众的这种沟通 这一块 那其实已经七年了 这七年的话 那你对这个市场 有多少的考量 然后比如说 在这次选择这个演员的时候 你在市场上 有没有一些考虑 比如说像 大家都打开亮话 打开这个天窗说亮话 就是选择王一博 是会不会考虑 他的这个票房号召力 还是就是从他的这个表演上 或者他的形象上 气质上 就这样 有是不是双重考虑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身在其中 我作为一个导演 我必须得对 其实对任何结果 我得去对他负责 包括这个投资人的 这个 我也得对投资人负责 所以其实你既然做导演 其实市场这块实力 无法回避的一个前提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我个人的 从我个人创作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首先的一个前提还是 这就是另一个前提 就是说还是一个有感而发 对 因为最近也有经常跟人讨论 这个无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一个剧本 那么其实我自己回顾起来 我觉得可能是 比如说来源于对近代史的某种兴趣 可能来源于阅读 那么可能整个创作的过程 如果让我自己梳理下来的话 可能就是说我们是活过 我们阅读过 那么 你通过你的生活 通过你的阅读 最终能够在你心里沉淀下来的 你无法忘怀 而且最终都觉得挥之不去的那一部分 它最终会作为 它会留住笔端 它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你的剧本的文字 然后最后再拍摄出来 对 其实对于我来说 这无非是如何平衡一个市场 需要和一个我自己个人的油感而发的表达 因为你创作也是一个 它是一个很漫长的造成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它是油感而发的 它一定是让你无法忘怀 让你挥之不去 因为它已经沉淀在你的心里 这期包括阅读 那么对于民国的历史 我们肯定是通过阅读 那也包括你生活中 比如说吴明灵出现这个枪下 那可能来自于生活 我自己可能会吃过这个东西 我享受它的美味的同时 可能我也感受到它的某种残忍 或者是某种残忍的东西 某种让我觉得有所感触的东西 甚至是 类似于某种侧隐之心 还没有抵达之前的某种无妙的感受 那么这些感受一定也沉淀在我的心里 那么最终它也就自然而然的 形成了剧本的某种元素 对 至于演员的选择上 我是这样 我肯定都是从剧本的人物出发 从形象出发 对 王一博这个角色呢 因为确实我之前 每一次拍的都是 都是中年人 对 我其实没有拍这么 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 这个演员的经验 我是缺乏的 包括对这个年龄段的演员 我也缺乏了解 但那后来因为 就很快的我联系 然后跟一博见面 然后聊聊天什么的 当然其实也没说什么话 也就是坐了一会儿 但是当时给我的感知 可能它的形象 包括它的 相对比较沉温 或者说 安静的气质 我觉得是适合这个角色 对 那么最后 他自己当然也非常的努力 然后我们也在现场 有非常好的沟通 非常好的合作 最后也就达成了 大家能够看到的 最后一博实演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 是这样的过程 我觉得 其实我也在这里 要夸一下王一博 真的是演得非常的好 尤其是那个 大家都知道 那个车上的那一笑 那一笑 我觉得非常的经典 我特别想问本导演 当时是那一幕是怎么 大家怎么想到的 是您在 就是在这个 本来写的剧本就有 还是王一博当时就是 就是突然是有了一个 什么灵光一线 突然他自己来创的出来 那一场的剧本相对比较完整 只是说 确实在拍摄之前 我觉得一博的压力 也会比较大 因为那是他比较 那是我们开机 其实比较靠前拍摄的 一场戏 对 然后 大概我觉得应该是 距离我们开机一个月吧 算比较靠前的阶段 对 之前他跟梁先生之间 也没有演过特别重要的 这种 对手戏 还没有开始 所以之前我也跟他说过 我说我们要下非常大的雨 那场戏的雨会非常大 所以呢 当然之前我们会梳理剧本 然后其实我是会担心 他如果会有一些欠缺 或者怎么样的话 我们会不停地拍嘛 对 所以我当然也 其实是开玩笑 没有人会介意他拍多少条 两线自己也不会介意 但我说我得给 就鞭撤他吧 我说这个得不能拍太多条 因为雨太大了 你们身体都会吃不消的 因为几乎瞬间 衣服就全湿了 所以我说你可能得自己 做一些功课 做一些练习 你得陷入 让自己陷入到剧本提供的情境中 然后你可能得对着镜子 去真正的去看自己的眼睛 去训练自己的眼睛 是怎么样的 对 当然最后 其实开机前 我也确实还是有一些担心 确实 你看梁先生那个样子 你说如果淋雨拎了太久 我确实也觉得很欲心不忍 当然最后情况 拍完一条 我也就踏实了 其实我们最后总共 包括高速的镜头 其实我们也就拍了四条 还是五条 大概一共也就拍了五条 其实很快就拍完 对 表现非常好 确实 我看观众的反馈来看 大家对他那个 那个 那个暧昧的感受 那个表情 都是非常推崇的 好 谢谢陈导 那下面我们就说 再去问那个陈导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吴明 刚才我们说到了 其实吴明在上映之后的话 他其实也是遇到了 从我们院线来讲的话 就是比如说 也有很多压力嘛 然后说我们排片少啊 然后甚至是网上的 有一些就是那个声音啊 舆情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就是对于 您是不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 有些遗憾啊 或者什么的 一些想法的 我觉得还好 其实您刚才说的两个层面 我觉得对于评论而言 其实我是始终 我是支持评论自由的 对 然后排片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也对于这块 我不是太了解 但我觉得排片也是自由的 对 我觉得还好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那个 我们这一次那个 来直播 就是说希望大家多拍点影片 所以说今天 对于排片场次 所以说今天这个 也邀请了我们四位的 四位的影院经理啊 然后还有文特 就是这个也是希望 大家能多给这个吴明 来多多加加油 然后那下期 谢谢 谢谢 然后这还是要 就是因为这个片子 从我自己来看的话 我非常喜欢这片子 而且我觉得就是疫情之后 它是一定会有更多的观众 会有很多的观众 就愿意来刷 不光是二刷 还有新的观众 会吸引它 会有更多的口碑 其实也希望我们的影院 就是大家多多的去 支持这部影片 多多的帮他宣传一下 这部影片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也想问问导演 就是做了不少路演了 然后和观众的交流呢 上面有一些 比如让你感触特别深的地方吗 对 您刚才后来说的这个 这个 后来说的那个话题 我补充一下 因为因为其实也很有趣 因为其实也好多朋友 发微信跟我说 说这个好像看无名得早出网规 对 然后昨天 昨天是黄磊 黄磊老师给我发微信 他说他呀 终于熬到孩子都上学了之后 他说他可以去 趁着他们上学的时间 去看去电影院看 但他也确实没有找到中间的时间段 他除了早晨晚上之外 他只找到了一个 一个这个中午十二点十分的一个 一个场 对 他最后说那我要不 我就 我就少吃点 反正我这个 对 他就他就去看了那个中午场 然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呢 就是我跟一博在路演的 接近尾声了 就是在我们路演的最后阶段 嗯快结束的时候 因为一博他其实结束路演 他马上就要去去进主 去他新的工作 有一天呢 他就说 他说 其实我想在在进主之前 我想再去影院去看一场 因为他其实是大连初一 我们在上海 我们是一起看了一遍 然后初五初六尾声的时候 他说 哎 我想再去看一场 我说 好啊 那我陪你去 然后我们就 我就 就反正在 就是在某个城市吧 就去查那个票 结果查到的 有一场 还剩了一场 是夜里一点半的 对 然后我们呢 也 也是有点懵圈啊 那一博问我说 那导演咱去吗 去 我也想了 想我说 那要不还是去吧 咱们就当多拍了一场 夜戏啊 咱们 或者就咱俩就当这个 体验一下这个 咱这个 隐蔽在线的这种 早出晚归的生活 对 当然这是 我是当趣事来说的 我不是在抱怨 也没有别的意思 因为您刚才说到 拍片的问题 我想到 最近的这些 无论是我亲身经历的 还是黄磊 昨天跟我说的 他这个去看片的经历 确实可能有 这样的一些情况 但我觉得 我没有抱怨的意思 我是觉得 拍片是自由的 这个是 而且我相信 终端也好 一片也好 一定有他的 道理 但是呢 我只是说 可能有时候 他的情况 可能他随着 一天天演下去 他可能会是 有某种变化 或者有某种 有某种 也有某种变化的可能吧 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其实如果 可以的话 也其实不用让 去看无名的观众 都那么辛苦 对 可以在 可以在更好的时间段 哪怕有 那么一点点的场次 可以供他们选择 对 对 谢谢 您刚才的问题 我 对 我说这个 我忘了您刚才的问题 对不起 就是和观众的交流 就是因为这 这几天肯定是也有很多观众的交流 其实您刚才那个 我觉得像黄脸 那个 演员他们的交流 我觉得也算是其中生意了 路演的时候还是挺 因为 当然我是觉得太匆忙了 因为其实我 不是想 停留更多的时间 因为当你看到观众 那是你 很少有的机会 你能 有机会面对 刚刚 看完电影的观众 这个 他们当时 你去捕捉 他们当时的表情 他们的情绪 其实是最准确的 对 但是因为它这个 确实因为排得太紧 每个影院 我们也顶多就是半个小时 所以我有时候 在出影院上车之后 我还会在想 这个时间其实太紧张了 其实有机会应该做一个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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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一点 或者更 把这个时间更漫长一点的一个 更 更加 更加 可以交流的 更加完善吧 我是觉得 不然好像总是太匆忙 对 当然我和一波也都感受到 这个观众的热情 对 他们 对于电影也好 对于 我每一个演员的这种 真正的喜爱 对 因为这个都是能从他们脸上 那种却约 那种 那种感受 其实他也不 他是无法伪装的 他是 我觉得是特别动人的吧 对 其实也确实特别谢谢观众 特别谢谢每一个 对 走进电影院去 去看吴明的观众 非常非常感谢 因为只有观众走进影院才是真正的帮助吴明这部电影走完了它作为电影真正的一个轨迹 对 嗯 好的 谢谢导演 其实这个 我看好多下边的观众都在说要给他拍片拍片片 这样吗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做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就是 不好意思我给同行压力了 但是我确实觉得从我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片子很好看 然后也希望能够就是给他更多一些的那个 就是黄金层时间的这种拍片啊 那下面呢还是那个 那我觉得温特吧 温特其实是 比较了解这个我们整个的现在那个情况什么之类的 然后不是给你的难题啊 然后温特然后也和导演来聊聊交流交流 然后你和这个导演有什么样的 这个你对导演啊 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 可以来这个问导演 就我觉得这个片子宣传是不是导演把控的 因为我看这就是从他王一博跨年的冠权党期 然后很多粉丝今天问我啊 为什么我们片子宣传太少了 其他片子发了这么多物料 我们都是很慢的 可能就是比如你昨天发说什么 可能说什么 第二天就反归什么 是不是你你制片在把控的呢 就是你们宣传却挺有特点的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们把你把控的 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每个电影他会有他自己 他最终会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宣传的逻辑 和他宣传的方式 那当然罗纳是非常成熟的电影公司 对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宣传的团队 对我可能会做一些 比如说我会提供物料 我会做一些我这边的工作 但是我不会去干扰他们的总体的作为 因为他们是一个 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电影的宣传经验 他们是非常成熟的团队 所以我做的更多的我顶多是提供一点物料 或者说偶尔大家会一起开会 对 我觉得世界确实无名的这个宣传 和其他的春节党的宣传 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他有一种很强的幽默感 然后总是就是给大家感觉就是不紧不慢 然后就那样的一个 怎么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特别笃定 特别有底气的这样一种感觉 然后我还挺好奇 那个超级商业片是当时是怎么 怎么想出来这样一个词 也挺好玩的这个 以前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宣传的 超级商业片它其实它是包 它实际上是有开玩笑 或者是有某种系列的成分 对可能是我在剪预告片的时候 可能正好因为 我忘了是因为拍片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问题 好像很多人在说 说这个拍文艺片的又来了 这个拍艺术片的又来了 所以我当时就也说我说那就索性咱们就预告片加一行这个超级商业片 这个我觉得大家其实不用太严肃的去去看待 不用去分析说你说自己是超级商业片 我们要分析分析你究竟是超级商业片 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一个玩笑 我确实觉得放在预告片里 它的效果还挺有趣的 它在视觉上在视听上 在之前的那个画面 这个打架的画面 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一堂次 我觉得很有趣味 其实不用太认真的去 好 谢谢 谢谢程导 然后其实最近我在那个按照这个吴宁里面的那个 一些吃饭的那个 那些那些那个菜单在吃饭 然后现在已经吃过蒸排骨了 然后也吃过那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纳波伦蛋糕了 然后还有最近也在喝咖啡 然后我说那个下次可能要去上海 然后按照导演的里面的一些食谱 电影里面食谱 然后去去搞个什么旅游 然后我觉得你这个电影还挺带动这个美食的 还有餐饮的 对 那个蛋糕店现在确实非常火 他们也也摆出了这个这个招牌 说是无名原版这个拿破仑 对 据说卖的还不错 挺好的 确实很好吃 好 有机会了再和导演来聊了美食对你的影响 然后那个下这个这个 其实我还真想问这个美食对你电影的影响 然后就是为什么在电影里面每次都有 其实也有我看过有人问过了 但是今天不问了 今天那个 然后大家跟我说还是要看前面说 买票买票 排片排片 好了 好了 排片 我跟你大家说我一直排得很好 然后其实也安慰一下导演 真的是我是一直从春节开始一直排的 都一直在坚持给那个无名排很多场词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片子 这个片子就像我们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大V他说 就是要对这个电影 就这样电影或者这样导演做爱的供养 就是为什么要做爱的供养 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说是大家不去支持的话 然后这样的导演可能就没有机会拍这么多的这种好作品 那个或者没有人去投资它了 然后我们只有通过爱的供养 给它多排片 然后呢多买票 来支持我们程导 然后让程导下次的这个投资会更大 然后效光会更高 这个也是程导一直也是我特别特别期待 就是能够成为这个市场上的主流导演 我觉得他是非常牛的一个非常好的主流导演 然后也希望大家来多多支持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 我先说一下我真的不用清晰 我真的一直在非常好的在排便 对 是 谢谢 但是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也他 因为我们的上桌率还可以 我一直在观察 其实我们的上桌率是排的还挺靠前的 因为他们发行的同时 就是经常会给我看一些截图 什么的 所以说我觉得特别谢谢您刚才的说法 这种支持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如果真正的给一些排场 或者说给一些更好的黄金时段的场势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上桌率 它也不会下去 因为现在确实是有很多人 他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去看 我觉得其实 因为这么大的市场 尤其是它确实需要多样性 其实不同的观众 他对电影的选择 我觉得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更多的选择吧 我倒不认为我们的电影 一定是离观众有多么远 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的成绩已经正龙 观众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观众的解读也好 观众对电影的理解也好 其实不比我们 就是我们这些专业的人 他更不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 那电影市场的一个最终的繁荣 他还是需要各种各样的电影 他不可能只是看某一种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 我们自己其实也不用过大的去夸大 这个门槛或者说这个沟壑的宽度 其实它没有这么宽 其实观众的接收度也好 观众的理解度也好 它是非常宽广 所以我觉得当我理解 就是院线的某种排法或者什么 因为他们会担心 因为这都是涉及到 确实影院也很不容易 但是我是觉得随着情况的变化 也许我们可以 哪怕只是在某个 我们做一点变化 万一这个变化是对的吗 万一这个变化它能够带来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方向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多样性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能够让更多的人 也包括能够让更多的影院受益吗 对我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和想法 对我特别支持 我觉得特别支持导演的这种说法 因为我觉得就是中国电影市场 已经发展到现在了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观影层 观众群的 观众群体的 这个观众群 就是你抓住每个观众群的话 实际上都能 就是得到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好的收益 而现在很明显的 其实这个市场上 我们的观众 他们也在变化 真的是在变化 他们的观影的素质 各方面也在提高 那其实从我们的排便来讲的话 可能大家也更需要去考虑 就是怎么来应对 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变化 可能我给同行的压力 很大了一点 但是确实是 就是现在的市场确实是在变化 那下面就把问题 给我们三位经历了 然后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化 然后大家又是怎么来思考的 然后这个真的是 今天不好意思 今天确实是给那个 各位那个嘉宾 都会带来某种压力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那还是 那要不然就先从那个 我们的早递生来聊 因为我是影城属于一线的 影城包括春节党所有的情况 包括排便 包括到观众进场入场 包括他每部影片上场之后 顾客与顾客的之间的交流 我们在第一线都是能够听见的 其实刚刚说到这个影片的拍片的话 其实从影城的角度出发 肯定一开始是谁卖的好 我们就随拍的多一点 但是往后面走了之后 刚刚我也在上一次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说到了 就会丰富一些排片的内容了 就不是很单一的一两部影片了 甚至于把很多 像有的影院在春节期间还排了一些阿凡达的场次 其实阿凡达你说这个上音时间也够长了 但是你给他了一些不是不是很好的场次的话 他通过不是很好的场次 然后提高了比如说很高的上作率 然后再逐步的影院会调整到黄金场 然后包括说无名的话 就是说前几天的排片 还是相对于其他影片比较稳定的 但是他落落于就是后面的一些排期的话 实际上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能通过就是说上作率 有一个保证的情况下 逐步逐步的是能够 大家就是说我们影院在第一线的排片的话 会逐步的把它调整到黄金场来尝试 比如说今天尝试了 今天黄金场的上作率不错 跟同比 黄金场其他场次的影片来说的话 他上作率不错 那我们明天肯定会加上 然后是一个逐步逐步的趋势 他不会说 今天或者明天突然 某一部影片的排片就全部上来了 或者说某一部影片的排片就 一下就下去了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了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都是有一个过程 就是说大家影院的话 就在现场的话 就是慢慢去调整一个排片 相信在这一周或者说今后的话 排片会陆陆续续都会上来 这个也是一个趋势吧 嗯 他其实会走一个长线 一定会这个片子也会走长线的 好 谢谢宝地生 那豆花 我影院我是一直在坚持排的 对 一直在排 而且一直上座率都不错 那我想说的是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影院他不排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就是像刚才陈导也说的 就是你排与不排都是自由 对 所有的都是自由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可以多给吴明一些机会的原因 是在于 其实很多观众他 这个档期他可能会看两部影片 三部影片 他不是只看一部影片 他看了之后 他还会看第二次选择影片的时候 他会不会有好的档期 他会选择 选择吴明的 而且这样的影片呢 他这种质感的影片 我一直都觉得吴明的质感 真的是可以宣传上面多下一些功夫的 对 因为他的那个画面的那个呈现度 你真的是在手机上面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我发现这个春节党的当期的一篇 这个在很多很多盗版都出来了 就是你是看不到的 我可以很拍着胸部的保证 就是大家一定要走进电影院 看到这些演员脸上的这个表情 对 说到这个 我特别想问导演的是 周迅的那个 就是他的那个哭 就是他的抖动 你是拍了几次拍出来的那个效果 我今天的直播 我就特别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对 小周他最多拍两条 他都是拍一条保一条 他第一条就是 他的那个抖 他不是就是下巴抖 他的眼皮都跟着抖 我太惊讶了 那个 对 我之前说过 说小周是他毛孔都会演戏的 对 小周调数拍的很少的 我们整体调数都非常少 我们最多的也就是 我们整体调数都很少的 对 小周两条三条最多了 不会超过这个数的 对 好的 对 我整体最多的演员 也就拍个五六条 不会再超过的 我们调数很少 对 那就非常厉害 真的是 这个这个 谢谢 谢谢那个豆花 其实我也有朋友 也想让我问 他特别想让我问 他说那个 那个以后有计划 给周星再次合作一把吧 小周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生活中是非常熟的 我们常常会在一起聊天啊 什么的 对 因为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和空间内 有一个特别大的爆发式的情感 这个是没有其他演员 能够完成的 在我当时写完剧本之后 我觉得我内心想的第一个人 就是周星 对 所以我很快也就跟他打了电话 我也跟他解释 我这个人物确实戏不是很多 但是一定是有趣的 一定是有 会让人记住的 他有很强烈的一个 内心世界 对 对 对 所以他也 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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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然接受 然后我们就 就促成了这么一个 特别 特别好的一个合作 就这么一个过程 对 好了 但是这次春节党 因为春节党到这种重要党期比较重要 我都会去指导一下 然后先预排一下 包括咱们那无名的 我们也是 因为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放出来好多的场次 就是放出来以后 就发现卖的还比较快 所以说我们开始的时候 预排的场次是小厅 然后我们我们就是 继续的就给 把天稍微往大了 然后给一点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 因为今年春节党的电影啊 普遍的 他有一个毛病 就是也不是毛病吧 就普遍就是偏长 特别长 就对排片 特别不容易排 所以说对这个 某部影片 或者是 就是比例特别不好控制 就我们家吧 还是 其实我还是比较 那个 怎么说呢 还是有一定情怀的 因为我之前看您的那个 邦尼克 包括这次 那个咱们的吴明 其实吴明这部电影 我就 今年春节党 所有的电影 我都没有 全部的从中到尾的 都看完 因为不要忙 我要去到各个店 去帮忙 去寻电 然后呢 就对咱们的吴明 最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就是刚才豆花 其实也说了 就是咱们的质感 就是电影的质感 特别的强 就是让我想 如果要是 用一部那个 电影质感来对比的话 我想我想就是 就是非常著名的 那个教父 就是特别 就感觉质感 就是怎么形容的 用一件东西形容的话 就是一件毛绒大衣 就是羊毛绒的那种 男士的那种 那种大风衣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 我想问一下 我就是说 就这种风格 是 您是怎么样形成 或者是受什么样的影响 来形成这种 这种电影的感觉呢 我觉得它还是 就像我刚才开玩笑 说你这个发型一样 其实我们电影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词语 叫衣冠处处 对 当我们 当我跟美术师 我们的造型指导 一起去讨论 我们应该如何去重建 这个年代 如何去再现 这个年代的上海的时候 我们确实抓住了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一观处处 对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教父 我觉得 在造型上 在 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方向 我觉得 一方面是在现 当年的那个时代 那个历史 包括那个历史里的 活生生的每一个人 因为我也看过 关于那个年代 很多的历史的照片 确实 那个年代 虽然有 诸多的灾难也好 有诸多的 不遂人意的 这种事件也好 但是 它还是 在一个文明最初的开化期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 都还是 既向上 也向善 所以它 它表现在 这个人的 外在的形象上 它确实有非常 非常独特的 而且有一种非常 优雅的美感 对 所以我们在电影里 地图去 去实现这些东西 我们特别 严谨地 试图去 去再现这些 当然您之前提到的 可能也是一个 比较 因为刚才 我看这上面 有人在留言 提醒我的 就是说 您刚才说的那个 影厅的问题 可能 他们有留言 希望我提一下 就是说 确实我们的小厅 我们的大厅太少了 然后呢 我有一个特点 从技术的角度 我想跟大家说明的 就是 因为我们是用 R-Line 65拍摄的 我们是按照底片的尺寸 去做的这个 IMAX的 这个 拷贝 所以其实在 IMAX呈现的 画幅 是我们最原始 最正宗的画幅 对 所以其实也 有越来越多的观众 他们其实自己也提到 他们希望能够更多的 在IMAX 你看到这个 这个无名 对 我是把刚才这个留言的 这个 这个 跟大家提一下 谢谢 好了 谢谢程导 那我们今天其实直播 基本上 因为程导还有事情 所以说那个 我们就 差不多就开始 就就结束了 那最后还是请程导 然后再综述一下 然后想说的话吧 然后你想 最后再给您 再给您说一下 你想说什么题 然后 把你今天来的这个 就是说 目的吧 再说一下 然后 那个 今天我们差不多 就应该结束了 也非常谢谢程导 那先 下面就请程导 来再给大家 给我们的观众 或者是 现在在听的这个 演唱经理们 然后再 说几句话吧 哦 好啊 呃 我感觉 无名 从我自己 因为我之前 就反复的说过 我其实是 不说大话的人 对 我之前说 一波演得很好 那一波确实演得很好 我这个人不大说大话 其实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无名是一部 非常不错的电影 对 那么其实非常 呃 开心 也非常荣幸 能够加入到 这个 春节党 对 所以 我希望 嗯 无名也好 呃 观众也好 呃 全国的这个 院线也好 电影院也好 大家 经历了呃 呃 呃 漫长的一个呃 呃 呃 艰难的 或者不顺利的 时刻 终于有了这样的一个 喘息 或者这样一个 一个能够呃 愁眉舒展的机会 我觉得无论是我们 无名的电影 还是观众 还是包括每一家 全国的每一家电影院 我们最后 在这个春节 的结束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 都能够呃 呃 达成所愿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曾导 然后也 希望这个 无名 然后 在呃 呃 后面的这样 时间里 然后是那个 会有更多的排片 然后呢 也有更长久的 这样的排片 我们来走一个长线 哎呃 无名其实 是非常非常稳的 然后也希望 更多的观众 能够看到无名 然后最后呢 也期待我们的导演 未来的作品 然后有更多的人看到 非常感谢 我们成尔导演 那今天 那个也非常 这个感谢 我们的几位的嘉宾朋友 那成尔导演 现在可以下麦了 好 谢谢 谢谢诸位 谢谢诸位 好的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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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这个是怎么下 那我帮您关 好了 我帮您 我帮您关闭一下 结束 对 您帮我关一下吧 好了 好了 那个 大家看 然后这个非常开心